紅豆 芋頭 還有一項項的冰品配料裝進丸裡 再鋪上雪白的剉冰 淋上濃郁的黑糖 光用看的就讓人透心涼 這間位在五福一路上的冰品店 平日下午的時間 店裡就擠了滿滿顧客 不只內容的座位擠滿人 外帶的人潮更是絡意不絕 前來的顧客也都說 這間冰店用料實在一吃就是好幾年 19年了 有了 20年 因為我兒子 喔 對 對 從小 我兒子現在已經20歲大餓了 其實他們的東西都很好吃 附近的里長也經常帶朋友來吃 他也向大家熱情推薦 值得我們推薦是因為 他們料好又實在 然後我的朋友吃過的話 都喝得到東西了 老闆說店內的特色黑糖昏貴 是自己親手製作的 Q彈的口感經過咀嚼 更是讓黑糖香氣散發開來 但製作過程可不簡單 到我們店必點的那一定是黑糖昏貴 它的製作過程的話是比較繁複 對 不像一般就是隨便做一做 對 然後所以它會比較Q 然後會比較香 用純黑糖下去做 而另一項招牌就是手工布丁 吃起來綿密香甜 是顧客必點的配料之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布丁 手工焦糖布丁 那是在高雄最有名的 對 然後這兩個大概是客人來幾乎都必點 煮料的部分一定是選就是在地的 對 然後烹煮過程的話就是 古時候的方法為什麼會好 就是因為要把它的香氣帶出來 因為現在都用快鍋煮 快鍋煮東西會熟 可是香味不會出來 對 那我們古時候的方法就是慢慢熬煮 對 慢慢的讓食材本身的那個 性慢慢不見之後 那個香味就出來了 老闆堅持用在地食材製作配料 在衛生與品質都嚴格把關 希望的就是讓客人在炎熱的夏天 大口吃冰唱快的節節暑氣 記者潘志光 潘文玉高雄報導 南京市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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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京市場